陸俊剛玩蝶仙糟糕 一前港版本集陸俊剛 和莊斯敏齊齊出席電影 蝶仙蝶仙開鏡拜神儀式 陸俊剛被問到有沒有遇過靈異事件 他就說剛剛玩蝶仙才糟糕 我昨天拍偶 昨天我們在拍玩蝶仙的場口 我要吃煙 本來我不吃煙 拍拍一下我就暈了 然後吐了 吐了五次 吐了一小時 我就看一看Semi和莊斯文 然後無緣無故看著兩個奸笑 我心想你真的是奸笑還是我撞邪呢 因為奸笑是很怪的 但我懷疑可能是自己吐 因為我吐就令到頭暈自己幻想了出來 你信不信那些東西 都信的 我曾經都中過一次的 在舊公司 我試過凌晨12點回去 Mean to me 是呀是呀 然後我回去拿劇本開廠的 12點左右要上去七樓拿劇本 我跟朋友搭貨電梯上去最近七樓 剛剛12點正 然後入電梯 然後入電梯關上 突然彈開了 我和朋友其實就一人一面 中間是電梯門 但剛才我多口 我說不是那麼斜的 然後我跟朋友說 你不要說那些東西吧 夜晚一晚 然後就斜了有沒有那麼準 有沒有那麼害怕 然後我沒有了 關上門再彈開了 然後我說 咦 糟了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多口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不對 然後我真的關上門了 一層 一層 兩層 突然間 這門在這裡 我的樂隊在這裡 你講清楚 然後突然間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有聲 有聲音 嘩 嘩 真的啊 兩個人都聽到我和朋友 然後大家在網上說 糟了 其實那一天說髒話 怕到 然後就 快點開門 然後門開了 然後衝到七樓製作部 然後拿劇本來看 不是拿劇本來看 然後看到一些PA在這裡 然後PA跟我說 你幹什麼事 有人 有人 問什麼事 沒有 後星哥有些事發生了 然後去問道具哥哥 借一些香 然後在那裡燒一支香 裝一支香